嗨,大家好,我是丑夫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跟大家见面 这个是我们新做的一个摄影棚 我店里本来就是可以上车的 所以说现在是直接把车放在我的身后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身后的这台 奔驰的GLC260 这台车的车主年龄已经 应该是比我爸还要大 已经60多岁了 然后对我们这个隐形车一是完全不了解 但是他刚买来几天停在路边 就被恶意给划伤漆了 这一条就是他刮的 可以看一下 直接就是底漆整个刮到了 不知道是谁小孩子路过钥匙 什么东西划到还是什么情况 这种情况他也不知道是谁划的 因为路边监控也没有 然后他家就在我们玉环的五月广场的边上 加上最近小孩子都放假了 所以每天经过他车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几百 所以说这个划伤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他思来想去 我跟他讲完之后还是觉得 选这个可能会更好一点 就不用老是担心会把它的漆划掉 毕竟那个贴了一身膜 对吧 只是划在膜上 然后这台车选择的是全车的专制 专用的隐形车翼 然后我们团队在施工之前 会进行一个施工前的一个会议 就是参与到包括洗车 裁模 摄影 包括我们负责讲解的 然后负责施工的 包括店长、技术总监全部都会参与这个会议 主要的目的就是对这台车的一些车主的要求 进行一些落实 然后就是一个这台车施工上面 之前有遇到过什么问题或者难点 进行一个分享 这样避免我们在施工过程中 碰到这些可能会碰到的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尽量避免有什么问题发生 也保证从施工到最后交到客户手上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品质 然后我们整体的一个施工的整个过程 我们的小伙伴也进行了一个视频的 素材的收集 然后并且进行一个剪辑 接下来就分享给大家来看一下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整体的一个施工的一个过程 卖着成统小的面疾 至少时间再来…… 至少邁在闧别的第一次 同时请示у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相信很多人会觉得还是蛮简单的 确实这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我们做这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已经做了快七年 不能说我们贴的一定比别人好 但是总体的我们的贴车量包括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 还是能保证这种各样的车型在我们这边施工的话 能尽量避免一些问题的发生 也能保证到车主手上的一个交车的品质 那现在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施工的一个细节 隐形车衣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贴完之后 你基本上是看不出来了 那最主要的地方呢就是一些包边啊包脚啊对吧 然后就是一些我们专车专用装贴的一些指标啊 内饰啊对吧 这些细节上面啊谁做得更细对吧 谁做得更隐形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啊 就是其实很多人在你是手工装贴 我是专车专用装贴 你是用什么膜我是用什么膜对吧 其实我我现在越来越不纠结这个东西 其实到最后呢很简单 就是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你花了多少心思啊 是否用心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够了啊